狙击手势军队里面搭兵作战能力最强的兵种,平均每1.5发子弹就能打伤一个人,而往往只是他的一枪就能够瞬间扭转战局。 目前世界上杀敌最多的狙击手势苏芬战争中,来自芬兰的白色死神西蒙汉耶,总剧杀705人。 那么中国的狙击之王是谁呢?可能很多人不了解,他就是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张陶芳。 张陶芳在抗美援朝中,即逼了214名敌军,这个记录期间为止都是最高的,朝鲜战争结束了几十年,也没有人能够打破。 狙击手的精准帅,除了跟自己的射击水平有关之外,跟使用的枪械也是有关联的。 可是张陶芳在朝鲜战争中,使用的就是M1891,墨西内杆步枪,跟现在的步枪比起来。 这款步枪的性能当然比较落后了,但是其实在当时他也算不得先进,跟其他的步枪比起来,这款步枪的做工比较粗糙。 但是生产起来非常简单,而且结构简单,所以在部队里面大量应用。 这款步枪比较粗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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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